连赛夫妇是5月31号被调查到的 所以呢我现在在质疑就是市政府 你不应该只调查5月31号 这些医院被揭露打特权疫苗 还有未爆弹 因为北市医院徐淑华查到 丁守中自称是在5月26号接种 在5月24号到28号这段期间 市府给了振兴供100瓶疫苗 至少可帮1000人施打 而且振兴从3月22号到6月24号 总共打了5556剂 其中3134是给医事人员施打 那其他2422剂里头有没有在疫情爆发后 给非自费跟规定外的人员接种呢 我们就是担心说2422剂到底是打给哪些人 而且明明指挥中心的要求 有一个时间点是不能打给非医事人员的 那这部分我觉得市政府还是要说清楚讲明白 然而在前一天 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才透露 丁守东其实早在2月就造册 而且是董事民意施打 并回向中央 这是上传到全国接种系统 应该要问中央为何受理此案 但指挥中心不领情 医院的名册的这个送交是送交给地方的卫生局 那所以这个在相关的报告送来之后 我们再来做审视 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 一直都是属于第一类的施打的对象 丁守东先生呢 是在振兴医院提报的行政人员里面 他列明董事 那么董事是不是行政人员这件事情 我们昨天有提过 我们会行文请中央来试试 北市府也回应 5月份共配发37家医院疫苗 并没有独厚振兴 不过这申报流程到底该怎么走 谁要来负责审核 北市卫生局跟中央也都没透露 特权疫苗之乱 谁也不愿背这个锅 TVB选荒光与令 抢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